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是战地玫瑰 后来一届一届跑两会 又成两会玫瑰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两会花太多了吧 李宗 我觉得你穿这衣服不太不太对劲吧 人家那个争气斗燕的可多呀 是啊 看到了什么美女记者啊 红色风景线 哎呦全是 我觉得汉语里有一个烂俗的词 就大家能不能改改老 什么风景线啊 然后美女 风景线 你知道现在就真的跟穿什么关系很大 我看那个现在他们写的新闻发布会上 女记者 要不说现在真是战春风啊 就是 你都问 先是第二排 红围巾的那位女记者提问 第二问题呢 第三排 蓝围巾的女记者提问 我告诉你为什么 每个人都以为被教导是自己 然后呢 每一次点那个人的时候呢 其实博瑞点她了 好几个人都想站起来 所以杨锦玲那天还抢了那个 坐在他前面的那个记者的那个话筒 那位记者最后还耿耿 又还跟我说 怪不得有的记者太急了 那杨锦玲的特色是什么 那个穿长衫的 没有 到最后点了一个女记者 听说是这个《工人日报》的 说那个女记者 咱们别点围巾的了 点她 那女记者一起来拿话筒 说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我没带围巾 所以只好脱了外衣 我短袖 短袖 这短袖也是吸引人的 但是呢 我们在看到这么很热闹的这个 呃 场面的之后啊 我还是觉得 点不着的还是点不着的 为什么 这里边有什么玄机吗 反正我觉得你点不着的 你再怎么举手 还是这个概率比较低 当然已经 化妆成无小力 哈哈哈哈 点 哎 我我现在不明白了 这这玩意儿是点点状元呢 还是点什么呢 怎么就点谁提问 就变得是个 好像记者圈里特别重要的事了 哎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作为记者 我觉得提问就是重要的是问题 而不是说自己是代表哪个媒体 我跟你说 今年特好玩 今年的每一个媒体 在提问的时候 先说我是哪家某某电视台 或者是某某报纸 后面一定要加某某网站 包括我们也是啊 收到通知 你要讲 我要去 我还加一句 我是某某赞助商 就赞助我来提问的 也有也有也有的是 还加上自己主持的栏目 所以一抱这个家门 就是头衔一大堆 然后这是今年的 真的是今年第一次的这个特色 我跟你讲 我原来这个这个 看过点哲学小册子 我记得哲学里有个概念 叫异化 到今天我也没带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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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答案我有时候甚至就想了 他谁问问题不一样吗 那不是大家都是公开都一样报道吗 当然其实是应该有不同的 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的深浅其实才是判断 一个记者他的这个资历 或者功利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次发现的一个情况 是以前我们都是对海外媒体的 这些提问比较期待 但是这一次发现这个 外国媒体的表现让我们比较失望 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开始 都说中文了然后呢 中文的层次比较真实 所以可能有点影响表达 当然很多中国观众会 非常会常的欢迎 我觉得大家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 人家说我们的话的 马上觉得这个亲切感谢 增加了很多很多 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提问的 这个尖锐性或者什么 尤其是某机场计程会 我们简直是觉得 哎呦这人是不是 美国的某某人民电台 没到关键时候 直到总理的那个记者招待会 才会有这比较 他有个大致的安排的 第一个一定是中国国内的主流媒体 然后他一定会安排给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还有一个亚洲的 日本和印度 当然还要有台湾的 他这回都会有 但是他都是加花的 他不会连着问外面的 他到那些严重的问题呢 那些比较难回答问题 他事先都会有点准备的 他大概估计他会问什么 就是说即使到总理呢 记得招待会的时候 这美国你注意他的那个 那个那个回答问题 包括总统 他们都是认识的 他下面几家主要的报道 跑白宫都是跑几十年的 跑白宫就是几十年 这个位置就是你的 我每次去跑白宫 我想往前坐 就给那老太太就赶回来 把我骂的狗屑 然后他的那个点的时候 就first name 对对对 他根本就是用他的那个名字 名字 John Thomas 就是那个老太太 80多岁了 他每次都会这样子的 但是呢 他一点都不妨碍 他问题的尖锐性 他为了代表他这家报纸 他一定要提得越尖锐 越苦渴越好 不过说到尖锐性 我觉得也是今年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会对内地媒体的 包括是一些我们印象当中 会比较古板的 官方媒体的他们的提问 你会发现很尖锐 就是基本上是我想问 我没举 我举手点不成我 但是绝大部分呢 透过这些 就是这两天发生的热点 需要回应的东西 说明凤凰开放的不够啊 慢了 步子啊 我们是在边缘上的 压力大了 压力大了 压力大责任也很大 觉得好像这个 头顶上压了块东西更重 人家是有火在烧 所以走得快 对不对 你这年年跑两会 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很在乎记者的感受 或者说这点是绝对是有改变的 就好像我觉得像那个北门的这个改变啊 这两年是去 北门 走过门的 北门是部长走的 北门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最混乱的 最混乱的一次呢 是赌完的李昭新之后回头一看地上是什么麦克风啊鞋子啊什么都在地上 我天啊 就这个人球就是从这里然后滚滚滚滚滚滚 越滚越大要滚到 快进会场的地方 就来这里造星转 好几个部长 但有的部长 我们据说有一个 我忘了是哪位部长跑的我们说比刘翔还快 你还说刘翔 刘翔说是来开会了 来了来了 前一次也变成人 骂了人家一套 明天很 就接下来他要去参加闭幕仪式嘛 因为他是之前一天来 参加一天小组会的时间半天小组会 然后就是闭幕仪式 那我们尝试想到小组会里面去读他 但是呢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 我们的内地同学们就进去了 那我们不符合规定 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外面望门心探 所以唯一的机会就是他在这个参加闭幕式的时候 他非得走大门 非得走巴士 估计下一次美国的总统国情咨文的时候呢 菲尔普斯也要参加 菲尔普斯 菲尔普斯抽着大麻就来了 就是说北门这北门呢在去年就有改进 去年是变成拉线了 拉线呢他倒也不是限制你的这个采访 他说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说你可以学美国 可以学西方可以学香港 你拉条线让记者都站在红线后面 然后呢你前面放一个麦克风的架子 大家就把机器架好 那部长谁愿意来谈就让他过来讲 对吧不要这个太乱了 然后今年呢就就越来越有规模 那个架子我算了一下 香港的那个架子最多放大概七八家 媒体的麦克风这里有二十四还不上二十五 那天数类不是造班西方 你们扩大 那天这个记者得设法引起人的注意 你像那天那个说是什么江西团 那江西省委书记来了 就点也是点提问嘛 那江西省委书记说不要老问我一个人 我还有很多领导嘛 但是又出来一个问题嘛 他说哎呀本来我说不要再问我了 不过呢好像看待你是个女记者嘛 女士我们要尊重嘛 这时候马上来一个 请给80后的男同志一个机会 所以说有些人在情急之下 你知道吗 陕西的一位嘛 话筒拿到了嘛 对着李陕西的话筒拿到了嘛 就是就说是这个什么呢 无心之德 一下子网络红人 这人火了 就是话筒拿反了嘛 哎呀我觉得真是 下次你们就派小沈阳去当记者 你一定得到提问权利 对不对 最好像是在北门的时候那些工作人不认识那些部长或者那些国企老板不认识 然后说你们推选一个记者站在红线里面去请这些人 然后我们拒绝他向那个资客 不讲不讲请这里 不讲不讲这些人 哎呦 你觉得这记者认人呐 这功夫也可以啊 你知道开头这个他们开小组会 他们上厕所都给堵在厕所门吧 不是一个个 后来这些委员代表们呢也学乖了 把那个盘啊给摘下来了 那小你哪能认识啊 就认不出来 但是你知道到后来他们说现场有一个香港来的女记者 真了不起 香港女记者就拿着一大张 全是人的照片 跟通缉犯一样 我是一个香港女记者 几乎我们知道有香港记者 每个人都有一个犯 我拿出来就是那几个人 就看谁长得像 我们就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是刘翔来了 人说人没有不履行那个职责啊 人家在网上还还看着吗 看着就看着倪平委员提案了 是吗 他说他知道那些雷人的意义 还能一个个说出来据报道 去这个媒体报道 我看的是报道 没机会还没机会见到他 然后他说我也知道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发生 倪平有什么提案 就是要禁止三债啊 我其实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读者啊 我根本也没去了解 他到底这个全文是什么 或是什么 我就知道他是最雷人的 还有什么雷人的 繁体字 实言恢复繁体字 高考不要用英文 还有什么要设理国花 这个设理国花的话题 好像我们自己的节目 还花了一个时段来讨论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梅花还是某单 某单 某单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珍贵的大气电波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看 每一个媒体都不能变书 山寨就是某单嘛 对不对 梅花就是斯大夫嘛 这个很简单 是吗 中国怎么来确定将来的方向 还有一个 你记得有一个林家祥吗 这次还传出一句话 说林家祥是个好干部 这个真的不是 应该不是委员讲的 我仔细去查了一下 也是网络误传 也不是网络误传 是他领导讲的 这也是提案 深圳 你知道深圳海事局过去的这么一个官员 对不是出过一个事嘛 被视频拍到在深圳一个酒楼 其实呢 后来就最多视频拍到的就是他喝多了酒 然后呢 好像跟一个小女孩 问路 问路啊 还是发生了一些什么 小女孩的家里人呢 认为他是猥亵我们家女儿 结果最后主要是他好像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什么跟你们深圳市的什么市长书记 官一班大 什么北京下来的 因为这个 这个人最后可以遭到一些处理 现在其实人大也怎么关系 其实里面 倒也没涉及到这里面 但是这里面就是说 这跟今年的这个 我觉得两会的一个特点 有一个很大关联 就是说网民的力量 网络的力量 其实像这个林家祥 就是也算是人肉搜索里面的例子 之一 太多了 数不清了 他这次是一个政协常委 也是这个交通运输部的这么一个 管事局常务副局长 他说要监管网络 因为 他就为林家祥叫区嘛 就觉得就说其实干不错 什么谁没有喝醉酒的时候呢 家里也比较困难 但就这个在网络上也引起一片 好像现在关于网络名义 根本是有争论 对不对 怎么来看对网络名义 这个好像我自己是有看法的 我那天注意到 其实我还想说这个事 就是赵齐正先生 好像在跟他对话当中也讲到 我那天在手机手机两回报上 我看到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明白这个事情 不要被风带偏了 就是网络 网络名义不等于名义 因为这个赵齐正讲 就中国网民大概有三个亿 那么就三个亿 据他们也做过一些调查 经常在网上发表意见的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基本上是以年轻人居多 所以他认为所谓的网络名义 只可以当做一种叫做有局限的 有限的名义 但是你看现在 很多时候这种模糊思维 网上一出个什么事 所有人都觉得人民群众是这样 我作为其实我们也算主流媒体 对吧 就报纸啊 这些像电商算是主流媒体 网络算是新媒体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新媒体的话 是有自卑感的 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如果新媒体它成了头条 它成为这个被追逐的一个新闻 而你主流媒体没有就传统意义上 传统媒体没有去跟进的话 你好像就是错过了什么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特效 点击率很高的话 你们不报道就 对我就好像就已经 什么失去了一个机会 或者说我的新闻敏感性不足 我觉得这是蛮有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 但是因为主流媒体比较容易被操控 大家都知道 所以网上比较难 当然其实也可以被操控 所以网络的民意对主流媒体是一个监督 但是反过来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要看到它的片面性 同时它也应该受到一定的监督 就好像你有时候人肉搜索 有时候是非法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坚持 上次跟文道也讨论过 我还是坚持 在中国目前 其他民意途径还不那么畅通的情况下 网络民意起的作用 很多还是积极的 它引起人家注意这个事情 两面看 两面 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是这样来看 它去反映一种意见 引起大家去注意一些事情 这个积极性我们是要肯定它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网络的东西 带入到一些法定程序里面来 就好像有一些地方政府选人大代表 它用网民来选举 然后选出网民人大代表 这样的话 你说网民它是代表哪个列别 还有网络意见 其实数量非常大 怎么选择上来 怎么拿到网站的首页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就是说你有十万个博客 你选这两个放在最前面 那个操控权很大 你知道这个推上去 其实以前一直有 以前办杂志 办报纸 有一个栏目叫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读者来信 可不是人人来信都登的 来信可能有一万封 可他选其中的十封灯 而这个十封灯 对于接下来他要整谁 哪一个方向 其实这个都是 以前有两个东西决定舆论的 一个是读者来信 这是个利用的 另外一个叫编者案 编者案是封标 任何时候出现一个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案 大家都知道 这是社论 比社论还厉害 一个编者案 一个读者来信 现在读者来信 变成了网上名义 变化了 那网站前面的头版的 这个编排 其实是等于编者案了 所以你要是不看到 他的被操控性 把它当做完全名义的话 是有问题的 对啊 而且呢 我有时候我觉得 干咱们这一行啊 已经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 我有时候觉得是 良心上的这个不安 你知道吗 因为我认为 我是读新闻的嘛 那么我读的是保守的 传统的新闻的训练 但是你知道 就没法干了 因为现在的很多 新闻 因为我按照我的新的信念 我那就是很很很很很 很认真的 你网上说的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 我要查证的 对吗 你比如说我们报道一个事情 不是在美国有个留学生 砍了另一个留学生的脑袋吗 好 到后来我才发现他们给我找的材料 我做的这一集节目 已经80%的内容 是要网友爆料 网友爆料 涉及到什么呢 这个死者 比如说有些人就讲到 他有八个男朋友 他一个男朋友给他多少钱 然后他这个人放荡成性 我就发现了 那我说还是不说呢 我很痛苦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发现哪怕是权威的报纸 现在也已经 甚至是访问心理学家 说你看 这个女的呀 他实际上 他是什么心理呢 他有很多男朋友 心理学家就开始 当真有这个事一样 就开始在说了 我觉得现在 就是你说到 这个传媒的传播这个途径 以前的做新闻 做媒体 他有一些规矩 最基本的规矩 比方说第三方确认 要去查证 网站上 比方说我告诉你的消息 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是我经历的 你非得再去找另外一个人 来证实我的消息 然后你才可以报道 对 但现在不行啊 我这样一来 我就等于我的速度会慢啊 好多人就会担心 我错过了这个首发权啊 然后 但是网络这个东西 作为新闻 作为这个传媒 有这么多缺陷 但我们可不可以 积极一点过来 积极一点 我觉得它是 很好的表达的 比方说人大代表 或者各地的人大的机构 它如果有一个 官方的网络的途径 让老百姓有冤有事情 通过这个途径上去 比写性总会快吗 比写性有效吗 这可能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 这也是我们在这次人大的时候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 他平时有的人可能有点钱 他无所谓对吧 这份工作 有的人就是打工的 或者有的人这份工作占据了他很多的时间 你让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要去花时间 人大代表里面不是现在有很多有钱人吗 请他们捐一点吗 让少部分人富起来就是为了派这个用处的吗 我觉得这是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让他们要足够的资源经历对吧 和能力去搜集一些民意 因为在香港你看我们有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办事处 对吧 你有什么事就跑到办事处 香港不会大家去相信一个网上或论坛上的去去透过这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吕秋在博客里写的一个观点 我是支持的 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什么渠道 网络也很好 写信也很好 打电话也很好 什么都很好 问题在于一个制度的环境 就谁来处理 谁来看 谁来鉴别 谁来鉴定 这整个有这么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对吗 对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到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财官员财产申报法 现在很多人原则上问中也支持 下面也正在 而且有人已经连续提了好几年了 四年 我们又采访到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有当然也有很大的阻力 但这个东西要是能够踏踏 我觉得也许是今年最大的一个 但是但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有机会的场合都已经就这个问题是提出过 问题希望官员解答 但我听下来的这个信息是有点不太统一的 可能从立法的层面来说要比较审慎 从执行就是将纪委啊 这些中纪委啊 这些执行来执行反弹的这些 他们是比较积极希望能够推动 那从学者的角度呢 他们就只能保持乐观 但是我觉得我采访一个学者 我觉得他有个建议 我觉得非常可惜 他意思说 其实现在他要反对 就是怕那些官员 我都讲了之后 我不是就出事了吗 那好多人可能会抵抗 撂挑子我就不干了 那这个压力很大 但是他其实提出一个说 那我们可以从新入职的这些 从新一辈的公务员入手 你总要做 你总不能因为有这个困难 那个困难 你永远不做这个事情 你总要想出第一步 那可能比较折中一点的一个方法 我们从新入职的公务员 因为他们刚刚开始嘛 然后我给你定了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他那个新人新办法 老人老办法 这也是过去的一直的老办法 他当然会 但是他会带来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理念上的问题 但是就像你说的 总比没有好 另外还有一个 他会涉及到另外一些概念的改变 就是比方说 你看你看香港吧 他一申报吧 那有些立法局议员吧 他有几十处财产 但的问题是 你有几十处财产 不代表你不好 这个前提 你私有私人财产嘛 那有的人可能他只有一个物业 有的人有二十个物业 但你不代表 有二十个物业就天然就不好 中国的问题是 以前大家都是国营的干部制度 要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会追你 为什么我只有一处房子 你有二十处房子啊 对不对 为什么你儿子开了那么大的公司 我们都不知道啊 等等等等 但是这种事 这一环要是不做的话 这个国家 你说共产党这些年改变 真的是非常自觉 自己在 共产党自己提出来说 执政地位不是一层不变的 这党自己说的 我们如果不与时俱进的话 因为这些新加坡都做 香港都做 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做呢 所以所以 他总要有这个方向去 如果他一直拖的话 总有一天 你可以打架 虽然有个过渡期 对对 十年获免期 对对 可以有各种策略的方法 其实很多 但是他们说 现在这个金融啊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这个问题没搞好 没办法 再次和她说 多谢 优优独播剧场——了